你現在在聽的 Raymond Wong 的直播頻道 希望大家幫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記得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加把口先生 你的問題我都很想有系統地回答你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一匹報那麼長的 是不是單純意見不合 我就告訴大家 不是 就是被人掃地出門 這是事實來的 是已知的事實 我有短訊問過他們那邊的人 是沒有人回覆我的 所以是不是被人掃地出門 我會認為是 有些我也說過事實而已 當然有些聽眾當然不太知道全面的內情 那 內情適當的時候我可能會說 可能不會說 為什麼呢? 有些事情 說了也沒有用 是沒有意義的 還有我自己本身也在面對一些 幾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我說幾嚴重的問題呢? 我被另外一些娛樂台盯上了 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來抹黑我的 不只是抹黑我 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客席嘉賓主持 經常會上來做節目的 就是余麗莎女士 余麗莎女士 也被他們的那群人抹黑了 早就說她是法庭 certify 的精神病患者 說她是白卡 其實余麗莎女士 當時她被人打劫過 她被人打劫還被人打 精神科醫生 確認她是有創傷後遺症 那時候 不過現在已經康復了 現在已經康復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不一樣 我也跟大家說過 有很多事情不一樣 沒辦法 這個世界 但是我也不想連累其他人 我也跟大家說過 我被人盯上了 有人竟然 其實我認為 我也不可能再相信那個人 他就說 你為什麼招惹他們 其實我沒有招惹過任何人 這些細節 我真的不想今天說 因為今天 其實我心情都是複雜的 所以有些事情 家伯厚先生 你原諒我 不要說 家伯厚先生說 有位演藝界的生日晚宴門票 已經受慶了 Virginia Key說 好人真的很難做 沒辦法 我又不可以說自己做好人 我可能給人的感覺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 他認為自己才是好人 是不是 是不是 Loris就說 不要再加深誤會 其實 有些事情已經 不用說 是不是誤會 已經不是誤會 其實是 我其實是沒有招惹過 某一個娛樂台的人 沒有 竟然 有人說你做什麼招惹他 你玩什麼 說得出這些事情的人 其實 我覺得 沒有可能再相信那個人 我就告訴大家事實 就是這樣 當然 有人會覺得 我在這裡這樣說 就是 說 某些人的壞話 我只是說回事實 只是說回我的感覺 對嗎 對嗎 加把口先生就提醒大家 不要輕信還有內部勸買 其實 現在有很多騙案 有很多騙局 其實都不知道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的 衰騰驚一就說 加把口先生 是不是 唱男朋友那位 在這裡聽很久的節目的人都知道 哈哈 是不是 Keef Yung就說 我一個切頭切尾的傻仔 有錢不賺 但世界就需要我這個人 其實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錢我也想賺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 有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 你說了有些事情傷害到人 你給予一個機會 可能 受傷害的人 你給予一個機會 他在這裡說 他那邊的說話 就是 沒可能 其實 有幾件事情 我是很介意的 我也一定要說 在這兩年 有幾件事情 我是很介意的 是發生了 但是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我自己是有責任的 我是沒有辦法 忍受到 你在沒有證據之下 就誣蔑別人 就是破戒去嫖妓 或者是 破戒去偷東西 或者是破戒去說謊 其實這些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其實 我告訴大家 那 那 Kenneth Moon 說 不要緊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做正確的事情 謝謝我 不只是為流量而做 其實我也想要有流量 不過我沒有而已 哈哈哈哈 我也想要 不是說 我不是不想要流量 那 Kenneth Moon 說 支持現在做正事的人 是會被人搞 現在的人 是無以無得 那我不知道 其實 有些事情我也覺得很慘 為什麼 我有些事情覺得很慘 其實 失敗 其實 有一件事情 我也跟大家說 這個世界很現實 就是西瓜靠大邊 其實在嘉靶厚先生的身上 我也見過 嘉靶厚先生 他應該九十年代 他從電視走過去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最初的電影 那些票房也不好 那時候還有些人 就叫他做票房毒藥 就是嘉靶厚先生給我的 回憶 就是他人家說他票房毒藥 他也無所謂 他繼續努力地去做 就是我自己 都是嘉靶厚先生為偶像 就是有很多事情 要慢慢堅持做下去 那堅持做正確的事情 到最後我相信 那天會看得到 那天會看得到 到最後 Virginia Key 說 有些事情 不是算不算 當時間會沖淡 但是我覺得很不值 值不值也無所謂 有些事情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 我心裡有愧疚的 為什麼我心裡有愧疚 一個傳播力大的台 應該是有社會責任的 應該 要做一些事情 去澄清一些 譬如你冤枉了別人 你應該去澄清 就算你不幫他澄清 也好 你給當事人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機會 你不可以 做一件事 就叫做媒體審判 有些人當然覺得 媒體審判那些很過癮 因為很多人聽了就算了 很多人 其實是 是娛樂而已 是不是 那 小楠就說 問初心是什麼 每個人的初心不同 每個人的初心不同 那麼 有些事情 沒有辦法 其實我現在是人需要揹揹 現在的感覺 因為我被人盯上了 是不是 我是人需要揹揹 那他借機動手 我都沒有辦法 是不是 那麼 所以 騰京一說 應該沒有機會回去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所以 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我說 一定要大家幫忙 大家 把這個台節目 分享出去 其實 你說是不是 我執著 我就跟大家說 有些事情 真的不應該亂誣人 真的 尤其是誣一個修行人 如果真是信佛教的人 是不會輕易 去說一個修行人的壞話 是不會輕易地說的 為什麼不會輕易地說的呢 因為 你 污衊了一個修行人 我聽 其他聽眾說的 是有很重的報應的 其實就是 是 加把厚先生說 現在香港有問題 為什麼還是這麼短時間 因為要熬過了短期的困難 如果你短期有困難 你叫人去看長遠一點 是很難的一件事 你說 你說 草本綠色力量 是不是娛樂台 幫我輸傳很快就成為流量 文碼是不會的 因為聽他們那些人 他們不會對真相有一個追求 他們聽了一邊 一些剪頭剪尾的聲帶 他們就會當真的 真的 或者今晚 可能 看看Lisa姐的節目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時間可以說這些 其實我不是很想在早上的節目 講那麼多這些事情 我還是要慢慢走自己的路 我也一定要說 是不是 風繼續吹 他說短視或者長視這個問題 其實有時候是很難分的 其實 如果大家 補位的 其實可以做得長遠一點 有些事情可以看長遠一點 我認為可能會是這樣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想講太多 有些事情我覺得是關鍵的 我講了給加巴厚先生聽就算了 就是 可能 我自己是壞的 這些事情 我也要講 是我自己是壞 那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好嗎 來 我也要看 有些事情 我們會不會 我們可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